猪哥哥 这还在外面吗 你怎么这么猴急 你不急吗 我都三天没办你了 那你可得快一点 别一会儿 林东来了 那可早 怕什么 怕来了能怎么样 那要不我们去车里 先去个屁呀 今天就要在这儿 把你给办了 哎呀你好坏 妈你坚持住 我马上送你去 妈什么呢 你 你怎么这么来 你不是跟我说你在加班吗 人家在背着我干这种事情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你是这么狭奸的女人 你还好意思说我 你结婚三年了 每天就骑个破贷动车 有哪个女人愿意 这么跟着你过一辈子 没时间跟你找 跟你的野男人鬼混去 看住 你们想干什么 是燕手一个骂了 唉佩奴 今天跟你上一口 不是什么 都是你能得罪 给我打 这毛巾不是体能耐吗 你在看什么 林可仁 林海医院护士 一直被院长欺负 林可仁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啊 哦我哎好了好了不要说了 那位是你母亲吧 妈 故事我妈情况都没有 现在暂时是稳定下来了 不过 啊 麻烦把这个治疗费和专业费进一东西啊 算是吧 不是怎么这么多钱 哪有那么多问题啊 要治治 辞治不温 柔柔 三三一个月请他给你买车了 你等我一下我现在就回家拿钱 王勇 他还等着我回家拿钱治疗呢 对了大叔你生命了记得赶紧看医生 你再胡说八道 你儿子回去拿钱了你先好好休息吧 你们是什么人 哎 命可真意 给你签字 签字 柔柔这是什么呀 不识字吗 转让协议 我跟雷东来呢要离婚了 房子没追我 离婚 为什么呀柔柔 是不是购买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啊 我替他向你道歉 道歉 谁让你这个老不死道歉 要不是当初那个妈宝男把房子写成了你 我才能来了 来 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的新老公 又高又帅又有情 比你那个废我儿子 不知道长了多少倍 赶紧签字 不我不能签 你 叔哥哥 他不肯签字 老太婆啊 你不签也行 你的宝贝儿子待的工地啊 正好是我叔叔开的 我只要一句话 就可以让他的饭碗不好 不 不行 我儿子为了我的病 早早的就不上学了 现在要是工作也没了 就全完了 求求你能不能看在我这个老太婆的份上 你你就饶了他吧 你面子至极了去 少来恶心我 赶紧的签字 我跟我的宝贝儿还有别的事情 不行 房子也不能给啊 朱大少爷 你看看这样好不好 我手上存了一点钱 等我回去了 我全部都给你 行吗 钱 哈哈哈哈 说的是这些 我告诉你 我朱大祥最不缺的就是钱 蓉蓉 你跟东来 怎么也做了三年的夫妻了 我这个老命快到头了没关系 但求你给他留一个安身之处吧 你说什么 我都答应你 不可能 本来我们是可以好几好散 可他非要跟我撕破脸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哈哈哈 等等啊 老家伙 你真的什么都能答应吗 老家 我要你跪着 把这些钱一张一张用捡起来 哎 他刚恢复了一点你们别太过分了 哟 我都忘了这还有人呢 哼 哎 干什么 他这小子 真小呀 急了啊 不会说话 他是无功的 我求求你们别打他 我跪我跪 阿姨你身体还没好 你别跪你别跪啊 不长记性是吧啊 跪 游戏 你不要再变态 你不要再变态 又要不然 可是你脸的 你往前就不会造暴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里头来 你来干什么 哎呦 你打我 马荣荣粗鬼猪大祥 东南野啊 东南 你敢打猪哥 你敢打人坐牢吧 什么 坐牢 你也打人了 该坐牢的应该是你们 看来你对金钱的力量硬 荣荣救人 别别 东南 妈 妈也活不成了 就想看你平平安安的 荣爱别惹事 你是想把妈气死吗 对不起 说的对 给我跪下 朱大乔你别太过分 你要去哪 你让开 下不让开就要出人命了 他们是死是活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没想 没道歉了吗 有脾气吗 又想打我 我倒要看看 今天这个门你冲出去 我们能远我们放的路再说吗 不是 现在给我跪下 没想到 我早就已经联系过院长了 他很快就会过来呢 院长吗 好哈 等等看啊 我反正时间多 我这老太婆 你 你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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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住了 以后跟我朱大乔说话 就会这么跪着说 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 不是说好不一天就可以走了吗 我什么时候说说 我怎么记得 老板啊 说过 当然得有了一个 一个 一个个人 一个个人 那 好什么 差什么 院长 这边有两个人 发问我们治病救人 林海医院院长 有大小的大部分 谁是米人 他呀 他治疗都一分没效 五三个月 他赶出去 院长 怎么能这么说 我们可是医生了 拿钱治病千斤的 别在这儿拿道德板价哦 他没钱 把他赶走 他就是三个万了 我有 你怎么办 这是什么 咱们两个都在一起三年了 你有钱 几两 我还不清楚吗 哎 五哥 万一人家中彩票了 柔柔 别在这儿说疯什么 你以为拿走了我那娘看我不知道 他怎么会知道是我的钱 是啊 我的钱就在他的包里 你别胡说八道 谁信你怎么收钱 那把包打给大家看看 你说他怎么开 我凭什么听你的 不是 不是 这张卡 密码是三四口126 要是不信的话 大家可以刷一下 林东兰 你这是家破银行卡吗 你以为老娘稀罕呀 老娘查都不用查 你这银行卡里肯定没有意思 再给我一个月 那张卡里的钱就给你 三叔 三叔 大伯怎么 幸亏你们来得及时 这种病 十分罕见 现在 病毒已扩散至全身 只是病心脉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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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钱也够了 可以给我们按治疗的吧 卡尸里的没错 可是你们一岁钱都没有 可能了 你是朱大乔的大伯 你肯定帮他呀 你怎么知道 上这个护士小姐再去 里边不可能没有进去 你这个痴迷爬外的东西 你干什么 干什么 来人 把这两个车轨 给我投出去 你们还没问人家 这么多点一个病人 你到现在一分钟都没交 还想怎么样啊 我们医院也不能做慈善的 没钱 没钱人呆着你病毒老公 回去赶死吧 老李 林某岚没钱 这么多休克 哎呦 这咋回事 不会真死了吧 哎呦 朱哥哥 咱们还是赶紧走吧 我们回去死 我妈没死 他只是休克了 你看看 死了就死了嘛 乖喊他喊我妈 你 公正安从里一提 说了 我妈没死他有救 林某岚 现在还有一点意义 你要怪就怪自己生下来 就是个废物 老妈是治疗的行 你这什么事都没有了 求求你 求求你们救救我吗 他还没死 他没死 我相信病人还能救 今天神医宝尔来我们医院 只要能找到他 一定能救好阿姨 真的 阿姨交给我 我带着你 让他去啊 这不信了 他还能起死回收 神医完了 就是林柴首副嫂他看命 也得提前医院 救他 凭什么呀 就是 就凭他还能让神医王老给他治理 那我是把我的头割下来 给他当求你 是吗 神医完了 我看谁敢动手 我会的 你怎么改了 李柳柳 我这种信息就赶紧赶了过来 这是我三弟 你放心 我的医术高门 一定能够救你吗 走出这件事在那 我去换个人 五中心 一米关天 还不赶紧对我去 好 这边去 这边去 哎呀 母亲没事 真的是太好了 那孩子得感谢我会找 哦 老爹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就是我阿姨的孩子 王勇是王八东东的少的女 能力还是有些的 陆柳柳柳 听说你会看向算命 帮我 算吧 算不出来了 我看你就是故弄玄虚 胡说八道 你怎么会相信这种江湖骗子 你给我闭嘴 你老爷 你老爷 又要跟着小屁孩一般见识 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不介绍他了 不过 据我刚才的推算 你的侄子 最近会有破财之散 损失不小 而且还会有生命证 是吧 第一 首先你侄子最近投资的这家公司 马上就会出现一个大问题 继续 我投的那家公司肯定会持续不断的 神明之位呢 哎呦 他刚交的这个女朋友娇娇 有事也对 林东南你说的是人话吗 那女孩跟你有半毛钱吗 你一会那么一个可爱的女孩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 自从 真实无耻 真实无耻 明明是他的问题 为什么要我道歉 张荣 实心房地产老板 靠岳父起家 却在外面偷偷养了一个叫刘静的女孩 是你不小心把水倒在你家身上 你不道歉就算了 他乳巴病人 都说那是他的错 他先用钱收满我没答应 然后又让我倒水 我倒水他故意当然倒水呗 你这么堂堂一万风 怎么可能无限你一个小姑娘 我劝你 离开别人家道歉 我人不不甘歉 谁呀 等一下我让他当众分自己耳光跟你打算 耳朵 你那狗是什么口言啊 真的 方便单独聊一聊 你想聊去 也行 那不如我们当上大众的面 还要聊刘静 我让你们滚 说吧你想要什么 我知道你现在没闲 建设的楼盘烂尾 大片的空地在那里 已经出于破产的边缘 那 到底想要什么 我刚才都已经说过 当众删自己的耳光 跟那个小女朋友抱歉 并且讲究事情的原委 不可能 我堂堂一网不忘 怎么可能干这种事 那你就准备迎接你岳父前后 还有我这儿 哎等等 你刚刚说破产 你有什么办法能帮我吗 哎呀 这帮你的办法倒是没有 不过你要是想卖公司的话 我可以帮你找一个买钱 可现在公司背的债务太多了 根本卖不出去啊 哎呀这倒也是 这样吧一百万 包括你公司所有的债务全部收 这话是傻了吧 买个快破产的公司 我们那就算了 哎 卖 当然卖呀 一能提示三天后 楼盘附近的拉起傻物嫌疑 公司不仅能还清所有债务 还有巨额盈利 林可人 这张容不但是大老板 还认识不少上面的人 你敢得罪他 这得没混蛋吧 小林护士对不起是我错了 我不该诬蔑你 请原谅我吧 林哥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哎没事 你要不今晚我 我接个电话 臭男人人家都暗示成这样了 这不是 这一次啊你还真得好好感谢他们王家 还好有他们帮忙 我才渡过这一关 知道了吗 哎林哥我是王勇 这次真的多亏您提醒 要不然我就完蛋了 林哥 我之前还敢对您不敬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无法 人没事就好 无论如何 这次真的非常感谢你 我也不要歉意 我想请您吃个午饭 不知道您方便吗 嗯方便 没问题 医院附近有我们家看的九品龙 中午十二点 意见不散 拿下实心房地产公司也需要一个担保人 正好让网友安排我们搞定 不如我们来吃饭 这不欢迎参观拍照 我不是来拍照 我来吃饭了 就你这样的香巴老爷想来这吃饭 是要笑死我吗 赶紧滚吧 就是浪费我们的宝贵时间 不 我真的是你 你来这干嘛 你还不嫌丢人啊 是不是每天不骂你几句 你不开心啊 我是来吃饭了 哈哈哈哈 吃饭 你知道在这吃饭要花多小钱吗 就你这样的农民工 你过得起吗 嗯 我知道了 你是因为知道今天我会来这里 所以才可以堵我的 我堵你干什么 哎呦你也不用不承认 我知道你一直舍不得我 可是咱们两个真的不肯活 就算你跪在这里求我三天三夜 我也不会跟你复活的 你就死了这场心吧 林栋兰 你去搬砖跑来这里做什么 朱哥哥 都是这个农民工一直缠着我 你可别介意 不会 我还得感谢他呢 要不去他跟你离婚 我怎么会有机会去尝语身上的名字 我笑死我 朱哥哥 咱们先别管他了 先进去吃饭吧 哥们先进去了 放心 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了 本以为你只是个穷兵 没想到还是个当众被绿的废物 就是还羡慕过丢人吗 赶紧滚吧 滚的是你吗 王上 王上 李子 等会儿再收拾你 林哥 实在抱歉 我来晚了 至于他们俩 林哥您想怎么整发都行 哪怕是让他们天天在床上伺候 林公子对不起 是我们有眼无中麻烦的您 请您原谅我们一次吧 只要你可原谅我们 您让我们做什么都行 就在天天陪您都行 林哥 他们俩虽然品行不佳 但是身材样貌又是上上之情 若是一起自好 你居然别有任何风味 不用了 我自己换 以后好好做人 再有下次 可不一定有人就这么放过你了 是是是 谢谢公子 杨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林哥 一位天大海神神人 神人 他不是个神棍吗 杨少 这个话可不可以乱说 林哥的本事 我是亲自体会过的 是吗 那我倒是要好好见识一下 林少 是吧 刚才我听王少说呢 你非常的会算命 而且 你给我算一算 要是准呢 我就信 你送什么东西 有什么给你算 你给我跟我讲话的 林少 我嫂子 我嫂子跟你说的话 不管你信不信 你将来 你不信 皇少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如果你现在特资 那损失的可不是白花的照片吗 少赚也跟着手 mut 这杯酒 感謝您的救命之恩 这第二杯酒 我还要敬你 感谢您大恩有大量 不计较我之前的鲁马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 我定当的 竭尽全力 我正好有件事需要你帮忙 我最近 刚把这个石心房地产给收购了 还神日 这个运营破产公司 你还几个巨大 李哥 这石心地产我们不少人都知道 有个大型垃圾厂在那 而且还欠了个少债 白送都不能要 对你们来说 白送确实不能要 但是落在我手里 它就是 落在你手里 它就是 你真当自己的生产 是奥 这个公司是真的 正好情况下确实是 但若是这个垃圾厂 对中文的环境进行务势力 而且还在学校 学校 就是真是真人 真要力甚至会大力 你们倒是想见没有了 这个垃圾厂 是你们做搬走 老就能搬走的 据我所知 这个垃圾厂 根本就不可能搬走 而且 石心房地产公司 会在两个月里 老闭 破产 嗯 杨少父亲是南京水商贵女士 最方便的信息 真的 行了 公司我已经搭移到 你都帮我帮我帮我 好了好了 来 公司 既然林少这个已经跟您的意思了 帮我 我也帮我 您先咱们加入去吧 马上就给我们看 既然梁少如此热情帮助 到外宋 会面 好 救命消息 这傻咪到现在还想呼 他以为我是网友吗 不信 不信 嗯 那我只送你前半去 你爸马上叫高升 消息明天中午应该就会知道 笑话 我拜了高升的事情 我早就知道 我爸告诉你 他现在已经板上钉钉 坐完商会二把手的妹子 这次可不是二把手 而是会破壳成为一把手 胡说八道 我爸想都不敢想 而且 选举大会在后天 也就是说 最快结果 是后天才能出来 明天根本不可能 谁人 打了脸吗 梁博文介绍的项目 骗局暴雷 不少人血本无归 其中一个更是道上大老 陆大刚 钢阁损失巨大 非要梁博文赔偿 甚至要他的命 引起一系列状况 会影响梁博文父亲 梁忠商会会长的位置 不信就算了 不过我好心提醒你一下 你和你爸的好日子 跟他不多了 你敢再要诅咒我们 这不是诅咒 而是提醒 还有 以后要是不信的话 就别来找我问你们的事情 我有 咱们办这去 说实话虽然过分 但他的消息来源非常精准 而且 不用而且 他马上回来请我 要不然他和他父亲 林东来 你还说你没有跟踪我 你想多了 我是来工作 来工作 谁招的你 你再说了 就算你来我们这工作 有我在一天 你就别想在这过 不管是工地 还是扫厕所 都没有你的份 别管吧 大容容 据我所知你不过是一个普通员工 谁给你的勇气上这么贵 我给他 怎么了 来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呢 就是我们公司的杨总监 想开除谁 就是他一句话的钱 我告诉你啊 我不管是谁放你进来的 不管你哪个部门的 现在立刻 不欢迎你 林东来 现在知道什么叫全市地位了吧 实相的 你鬼蛋吧 杨总 谢谢你 你跟我客气 我发现一个 还不错的酒 你一块吃个饭吧 好呀 我请你 有我在 不让你请啊 直接走公司账不就得了吗 晚上你就放开了吃 放开了喝啊 吃饭可以 但你想用公司的账报销吗 不行 张董 啊 杨刚 你现在正式被公司解雇了 去财务里面公司走吧 为什么呀 因为我 林东来 你在这儿装什么兵呢 这儿没你收好的地方 那你问问你们的张董 我有没有资格说话 马荣荣 你在这胡说八道鞭 这是我们公司新任的董事长林董 是 这不可能吗 实行房地产已经被林董给收购了 他今天来事和我正式交接了 这该是新老板 哎 林董 刚好歹子 都有得罪 都有得罪 都是马荣荣 这抽掉的 都是他无讨我的 别废话 赶紧收拾东 林董 老公 林董 这 这是你老婆呀 嫂子离婚 以后别再叫你 真让人死 林总这边这边这边 总算把公司买到手了 接下来就等着垃圾厂搬走 张总 公司的楼盘是不是现在打六折 几乎都没有人买 是的 你不用紧张 我不是想反悔 只是在想了解清楚情况之后 再做打算 让收楼部现在封盘 等到丛林开盘之后再加加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十 真以为把价格抬高了 人家就当你这是高档小区啊 直胡作非为 算了 反正我都拿到一百万了 你爱怎么卖怎么卖 你们干什么 我们就想知道 林总是不是就花了一百万 就买下了公司 是又如何 据我所知 现在公司亏欠严重 欠了不少经销商的钱 包工头的钱 一分没拿到 现在连员工工资都快发不下去 哦 我知道了 张董之所以把公司卖给你 就是想逃避这些债务 你们说的没错 张董确实是因为无法经营公司才卖 但是他不行 并不代表我也不行 叫现在公司欠着大便债 在建的楼盘无人问题 刚交的房子 不少都有基础 天天有人闹事 我看你怎么救 我看你啊 就是差一年轻 才会买下这家公司 让你跟着运行到没 说吧 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很简单 立刻给我们结算所有的工资 你甚至是把我们不管 别到时候公司破产 把我们签给了 你们谁要钱的去找财务团队 拿了钱之后 今天立刻给我一个公司 我们倒是想劫呀 就把公司没钱 那不是你该管的事情 要私职的立刻去管 钱无保证 我今天一定不到 行 你现在就是 你到时候要是给不出钱 老子把你公司给 站住 我坐在他们前 你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很简单 本来你安安散散散离开 就不会有这种新问题 但是非得不知死 那我只能报警查证 最近这几天报告 乱了些事 听话让你说 我又没犯罪 巧立明目清难公司财神 利用身份地位强障公司女员工 你说这些算不算犯罪 瞎说什么 我竟然是瞎说闷 谁谁紧张的问题 别胡说八道啊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只能报警 让警察来查一查 训练 同时也看看 报警 是不是 哥哥哥 你那是什么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不要钱了 我一文钱不要 我马上滚了 那是吗 哥给个精彩 来人 那给我拖下去 你别 还有你们 想辞职的可以立即去办理 我不会再追究你们过去的问题 但是 以后但凡在我手底下工作 如果有人没飞做饭 那可别怪我对你们都客气 你 什么 屏东来全人搞定了 杨刚被带走了 你帮我废设 还好留一手 我等着 总过去两天了 这垃圾厂真的会牵引 陈哥 不好了 什么情况呢 我刚上来和楼下一堆人 他们好像是你公司建设的绿城小区业主 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听说的 说现在公司要绑闭了 老板跑不下去要丰盘 现在都很大退款 我现在跟你回来 有什么要帮忙的 尽管说 对 你就跟他们说 人三天这份小区 到时候价格定了不够 你让他们现在进来 大家先安静一下 请听我说 说什么说 我们不听你任何借口 我们要退房 退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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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只要想退 全部都可以退 陈哥 你疯了 真要退房了 对 没错 立刻办理首席退给他们 并且要以最快的锁 哥你现在公司资金紧正了 前天发布粉离职员工工资 已经把钱全部讨空了 你哪来的钱退款 你就算拖你也拖不了一两个信息啊 我 要以最快的时候比什么退房退款 行我帮你 跟我现在水头没有那么多准现金 我得从我妈结盘给你掉 三个亿购 包摇 你请不要赚钱 原本相信买这个小小区的 以后肯定能打着 可你怎么死伤 让我 又是我去算一下 哥我能不能只买十套 就是 十套就十套 我也不为难你 你既然能买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大的 网友 能提信不信 是 你刚 没有十套吧 妈 前几天我们公司发生了个奇葩的事 你肯定想不到 什么事 那个林东来居然买下了我们公司 还称呼的老板高向一大跳 什么 真的假的 这怎么可能 千真万确那还有假 混蛋 这废物是不是藏了很多私房钱 莫总 中了彩票 不行 我要去找他 让他把钱全部吐出来 不对 把公司都给我们 妈 你先别急 听我说 这个实际房地产 早就亏得连铁都不是 这几天 无事员工到离职 就是一个主公司 这个废物 在这个时候把主公司买下来 我的内容 正费一些 活该 这个是个废物 自己赚不到钱就算了 这种幼稚的骗局啊 竟然也信 就是 难怪他当时跟我离婚的时候 还跟我说 叫我千万不要后悔什么的 他还不会真以为自己要当老板吧 还以为在天上掉馅饼呢 又是可笑 幸好不太瓶工了 可不是 像一天大小明 又帅又有钱的 跟你啊 才是天照地设的一对 狗东西 你怎么还有脸回来呢 你以为我想看到你吗 我看你就是对荣蓉还不死心 告诉你 想都别想 就你废物 连我们家荣蓉 一个手指头都配不上 荣蓉啊 说真的 这不是第一次 你说你这三分五次的缠着我又有什么用呢 实话告诉你 我跟朱大祥呀 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就算是天天跪在我面前 都没用了 就是 就你这德性 跟大祥比 你就是一坨屎 恶福离婚的那一刻开始 我对你在乎任何感情 想你这种人也不配 所以请你们一家人不要太负责 你说什么 你说我不配 被人骗了还帮人赎钱 我看接下来你怎么死 妈 你先别生气 像他这种人自有牵手 可不就是 实行房地产就是老天要生他的命 哦 那可就要让你失望了 三 天 听说南辰那一场 我们还用启动贴仪了 并进去那酒店前方 进到一个大型的公园呢 真的假的 是不是那个实行地产 故意放出的消息 好骗那些人不要退房啊 真的 我有个亲戚啊 陪瓦子鸡的 他们公司啊 明天就要瓦子鸡 进入一个垃圾场啊 谢谢那些对 知道这个不叫姑息 还是我听说啊 中央见证就没抵制学校 由你和实际的军学情则 为他们编辑的老师啊 都没有 警察 哼 这怎么看 历城小区寿楼部 我熟的很 根本就没这消息 再说了 那改建会刚刚撒布消息 就生不动工的 真是 你傻的谁 你 林哥 垃圾场真的要迁移了 而且周边要建最好的学校 最好 我真如意能所料 之前我还一直劝你不要买是新地产 真是惭愧了 所以说信我没错 林哥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一切了 你果真是料事如神啊 现在我手上有六十套 绿城小区的房子 至少能赚十个亿 要是当初没听你的 现在我真没领域 你现在在水晶地上 对 刚到 林哥 有人要见你 丁飞 全是滔天南疆城首付丁耀的二儿子 没啥本事 到处了事 最后都用钱摆平 还一直惦记丁耀的养女苏雅 朋友 怎么回事 你知道这个公司董事长怎么还没过来 带一个愣经营过来干什么 丁少 这就是石新地产的董事长 董事长 雯东来 你就是公司的董事长 就一愣偷气 你说你是 水负大 跟擦肢都没有 丢一丢 啊 林哥我本来说到底有什么 听说你之前花了一百万收购的这家公司 确有资质 那就没错了 我现在就要收购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你是花一百万 我自己确议 怎么样 这三个公司 亲公子 你确定你是不是来搞笑 你说我搞笑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管你是谁 生意不是你这样做的 老佑 死磕 你敢 谢您的 我无话告诉你 这次收购公司呢 是公司商会 你要是不卖 就是跟公司商会 跟整个南较室做的 他的帽子 就算是你们丁氏集团再厉害 那也代表不了整个商会 再不去 我就让保安请你 好 那是 让我们一起 让我们一起来 哥 丁绍我们可得罪不起啊 南疆省首富 整个省都是他的产业 连全是套天的商会 游戏的意思 又是集团那么大的 我怎么会培养出这种 我 今天得罪了丁飞 日后不知道他会怎么报复 林东来那个孙子竟然把我赶出来了 爸 我一定弄死他 蠢货 我让你好好猜 现在闹翻了怎么继续啊 你曾是不足败事有余 爸 明明是他够了 赶紧给我滚回来 把素雅过去处理 请问是林东来林东 我是丁氏集团的苏雅 换人了 是的 之前我们集团二公司有些不礼貌 但是不礼貌嘛 嗯 难道不是先用他恐吓一番 不是拿下罪 要是拿不下 也可以趁机打压一下价格 林东想多了 我可以保证 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 这样吧 晚上我们一起吃个饭 慢慢的 丁氏集团 林东您好 我是苏雅 你好 苏雅 丁氏集团副总经理 不喜欢丁氏集团做法 难碍于自己是丁耀扶养长大 无法离开 却不知他父亲是被丁耀所害 认贼作风 林总 不好意思 原来这就是丁飞一直惦记的 好 无妨我们都坐吧 好 来林东 今天认识你非常合作 喝茶 我也很高兴 能跟你这样漂亮的人一起 既然这样 你得一定是非常严重合作 那也得开始什么合作制度 我肯定就肯定 其实你也知道 我们就是想收购 绿城价区 价格呢 一口价 数字 这可是我们公司能处的最高价格 林导 十五一度少 这些钱 你们基本都是群赚 二位 林导 这可是我们最高价格 如果您还不满意 那可怕就没发财 没发财 就先购送 好 林导 您可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收购您的地址 不知道 我也不太想知道 不 您必须知道 这是南江省商会主导要求 事与配合 并由丁氏集团去完成一个超大景象 所以一切 你说在危险 不是危险 是挺想 那就多谢了 看看你这么热心的份上 我也提醒一下 小心丁飞啊 谢谢提醒 丁飞或许玩故思想不准 但也得看丁飞 这样吧 丁飞 一能提示商会一直盯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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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盯 你要求他们立刻没见 还让苏雅二十年 实际盯要的盯着 三十五 三十五 不能 要不你再回去跟丁飞聊 丁飞聊 领导 看来我真是高工 三十 那怎么走着瞧 我呢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 是啊 我也没想到 只是不知领董为何如此肯定 我们一定愿意出如此高价 你告诉我的 我 对啊 你跟我说的 这次是省商会主导 势力全权配合 再加上你们又这么及时朝我 我相信只要价格会不少 都 苏董 苏董 合作一块 合作一块 没有 好我们吗 派人盯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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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文哥 你猜的会儿真没错 苏小姐真的出事了 嗯 早就跟你说了 用胃很危险 你当然能不听 你先被下药送回家了 不要 千万你得保护我 这药多少钱我明天都给你 你 不过你似乎忘记了我刚转了三十度 算了谁让你证明 送逢送到夕 我就让我护着 不过苏小姐 被他下的什么乱话 可是呢 那样不过是制度 这像个酸银粉之类的吧 啊 你可死 苏小姐你冷静点 我 我怎么帮你啊 不是 不过苏小姐 不过苏小姐 啊 你你混蛋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不过你放心 我会对你负责的 负责 你拿什么负责 取你啊 你做梦 你滚 你为了都别让我看到你 你确定不要我负责吗 不要 干嘛我别想 你不要让我负责 我不一定 啊好好好 好 我负责 你这么把房间 别跑了我负责 喂铁子 东来 别忘了周周的同学会 林东来 然后这大班花不是你老师吗 给我怎么看见刚刚 他被别的男人开始送过呢 哎 谁是他老婆的 前几天啊我早就跟他离婚 哎呀 人呐就是 没钱连自己老婆看的 我今天啊 有个豹洲大龙巷 还有大龙女 你这种穷逼这辈子都没见过 要不是诚哥 我们让谁吃这些 来 我敬你一杯 哎 对了 后面 我听说你啊 既没文凭 我还让你这 这样吧 我给你介绍一份工作 工资啊 至少几千块 真的 当然 那真太谢诚哥了 同学之间嘛 出现 有绳子了 站着啊 我这鞋 有点脏了 那也闹嘴 到这鞋铁干净 保证工作力嘛 我找爸爸 是王八集团的一个老总 就是咱们林凯 是首富王八集团的人 你们俩穷逼还真是心灵消息啊 那也比保险人家 龙兵你欠了高力带 咱们兴兴兴兴兴 你妈的屁 我咱们什么时候欠高力带 欠龙欠你兴兴兴 没想到这种小博乐 显然浪费自愿 你又是国城啊 是啊 你是谁啊 你就是敢打我 我爸是我爸几堂老总 你敢打我一句 我他妈以为是什么人的 啊 你他妈躺在地上装死 你欠干费的一百万什么时候还 是 三 都这么几个在你啊 那 你以为你把你老婆送给我玩 就怎么可以不还钱 今天你要是不还钱的话 我他妈以为是什么 我这 哈哈哈 我他妈 既然我找到你呢 你吧 哦你朋友吗 能做 我在的话 今天准备可能没床 大哥 他他有钱 他刚买了房地产公司 你找他要 你行啊 那你去拿走 李辉盗手混子头目 与老大陆大刚的老朋友私情 你说话你还听见吗 李辉 大男 慧哥的名字是你能喊的 你认识吗 不认识 但是我提醒你 有些人能帮有些人不忙 比如 大哥的老公 手死 喂 落花松开你的事 追赞 你就去吧 切死 要其他人是错 要不然 我保证你在里面 使我们进去 小姐 不好意思 你都道歉我接受 今天是事 有此事 小子 没想到 又见面了 哎 那我想怎么样 很简单 告诉我 你是怎么知道有个人跟你的 还有谁知道 否则的话 当着你的面 玩你的名 这件事与他无关 你已经浪费一次机 不认识 不认识 第二次的机会 你要再废话 我就当着你的面 挖光他的音 哎呀 你要知道 真的很吸引我 我还没有玩过 这么鸡皮 李慧 告诉你 你要是再敢碰他一下 我会让你的破事 人尽皆知 你吓唬我 不计你试试 我用你偷情的视频 而且这个视频 不止我一个人拥有 到时候 我一旦出事了 我会让人闯到我 身体都难救 混蛋 你他妈叫我死 你 陆大刚 三十八岁 街道张荣委托 兵士集团支持 要威胁武 并让我承认识 诈骗获得实习法律者 从而还利于张荣 在三家福建 谁让你放了 我这不是听说 你在打特领路来的消息 我都想什么的 我吓唬他 吓唬他 现在这么有病啊 吓唬我 我的位置 康哥 我 我真的只是想帮你啊 帮我 你是想帮我 还是想害我 啊 你知道你绑个是谁吗 苏呀 苏小姐 什么 苏小姐 刚刚他这是某种帮你吧 我这就没过来 没罪啊 啊 啊 你赔队 啊 还不过谢谢苏小姐 谢谢苏小姐 你的大人大人 我理会 真是怎么不会把他 苏大小姐当然有大量的劳攏 我 我话说回来 他也算多人 这当费火面 我欠你的人情 我陆大哥说话说话 你们为什么要找林东来 他们是为了那三十五亿 我不光知道这个 我还知道是张荣找的 然后丁氏集团支持 最后你们三方一起再分析一起 到底是什么人 一个你永远也知道 林东啊 没以为你背后有人 我就不敢动你 行不行 你弄死我的时候 你可以试试看看 你自己还有佛气 好了 我也不跟你默契了 把李虎抓起来吧 林东来 你别胡说八道 我什么都没说你急着 不是 张荣 张荣 你被天上扶着还到 是想吵不离戒 林东来 你得说说来 好 那我就当给你一个天大的人情 其实李恢来 并不是像他所说为了帮你 而是过来为了杀我的地方 因为 我知道他有一天 他吵不离戒 闭嘴 接手 其实他早就和你的老婆帮你了 而且你六岁大的儿子 哈哈哈哈哈哈 张荣 你犯了他什么屁 信不信你被自己 而且他们两个暗中联手 除非要杀了 张荣 你别人胡说八道 你别人胡说八道 林东来 你这么说 把李虎拿下 好的 李不弄 死活不离 子王 还怕事情暴露 想杀我没搞 首先 是我帮了你 冯泽 你将会被李虎害死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 你不应该恩将主保 其次 我连丁药都不怕 你什么怕人 你要是杀了 天涯海角都不必死 最后 这件事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除非 你不准备收拾 同仅不可能无人知情 要不要为这么大假事 收拾一个让你后悔 我就能 你 好 你 我有一个你无法显现 强大的情 自然要不知晓这一切 好 我承认这个人情 嫌疑我跟着命 那就行 林东来 你以后不要再招惹这些人了 可别是我养父丁药 明天再担心我 我哪有 时间不早了 我送你公公 怎么 你不会是害怕了吧 怎么可能 我就是觉得你这环境还挺好 你保证不乱来就行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是男人 开玩笑的 今天晚上你因为我经历了这么多 挺抱歉的 你放心 以后我会守护你 谁让你说 你干嘛这么丁药啊 我这小事情 你干嘛这么丁药啊 我们功能官女 就共处于事 你就不怕我对你作异 你 让你 我 马上 我 那你先睡吧 我会在房间里收拾你水手 我最近打发过很多次 他一次都不理我呀 所以博文 这次我要提醒你 千万不能再弄砸了 道歉要真诚一点 放心 一定不会 不是啊 不是啊 林先生 这个 后悖我没有 不是 他 错 这样 我借给你一杯 那希望 你给我一次 我自己的机会 我看了 啊 哎呦 林先生 我知道我最不如是 但是 您那个 能不能看在 网友的份上 再给我个自己 如果呢 您后面有什么 需要入口的地方 您打个电话 最近我们天天在家反映的自己 是已经认识到错误了 你怎么办 你记错 之前呢 我们在这个餐桌上 质疑了你的东西 然后呢 啊 然后 然后 我还在公司 散发了一些 反对的言论 过了我的公司 还让你去购物 怎么办事 现在你在 我干嘛 闹 interval 会 闹 你 呢 如果你 你 然 皇帅 女 Tu 这 我 叫 na ?... 天 好好进客 林先生 您大人有大料 别的管我说 您以后让我往东 我绝对不往西 我干嘛 好 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 叫我林哥就行 坐下来 后转这以后 确实会有需要的帮忙 哎呀林哥 那要是能帮到你 真的是我的荣幸了 陆大刚因为相信梁伯文 打钱投入了诈骗公司 如今一直追着梁伯文要钱 你来找我 是因为陆大刚吗 他要把你出入夜场 不过玩女人的事情公开 你那刚上任商会会长的自己 是怎么知道的 你们可不定陆大刚 这陆大刚的手里是你不想 而且自私背后人物 这次进入完全不给面子 这样吧 陆大刚交给我 这件事情 我帮你了 你真的能够盯 搞事有点难过 我区区一个路打钢 还没放在眼里 你们是宁东来的朋友吧 是你们请他吃的吧 果然是这样 你们被他骗呢 我跟你们说 他就是一个宫地上的废物民工 什么本事都没有 他是不是跟你们说 他很厉害啊 然后让你们给钱给他 让你们请他吃饭 还有啊 他收购了一个什么 十星房地产公司 那家公司啊 快倒闭了 到时他赔不起钱 是要做脑袋 林东来 你怎么不说话呀 我还不知道你 我还不知道你 你自己说 你是不是骗了他们 我也知道 你还敢骂我 你不但骗人 你还敢说口香人 大家快来看啊 这里有个大骗子 大家快来看啊 这里有个大骗子 我不管你妈的 你 你打人 打你怎么 再废话我废了 你疯了 你疯了是吧 追求我不成就打我妈 好 走了 你们现在跟你不滚 你不来 你还敢让我滚 我看你就是追求不成 恼羞成怒的是吧 我告诉你 今天打我妈这事没了 打你妈的事 不叫我 幻影随时来搞 我 啥了 幸福 然后我们最好死人哥 一定会让你们好过 你 你 你哥 你回去哪儿 我开车送饼 因为 我已经和夜主会了 好嘞 我请搞 我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我现在哪里弄的 那我们来五千万 你还敢出现在你面前的 全称以为你是会长的公子 我就快动 刘大纲 梁伯温现在兜里确实没有做 你再怎么逼他也没用 就得听你的意思是 挺想起来好玩是吧 哈哈哈哈 给我一点事情 我会让你把孙子的情状 关在我 就是你 不然你以为我的三十五亿 放大一框 一档 梁伯温创立的优美化妆品公司 明天就能代理销售国际品牌 一周内能大赚一笔 投资优美化妆品公司一百 我到一周的时间会让你更多 哇 哈哈哈哈 你当我傻逼是吧 啊 钱还不了 还要傻逐宋 啊 哈哈哈哈 他想起来 刚哥 他可是刚刚赚了三十五亿的神人 一周内 我见过他不行了 就别怪我不喝酒 各位先生 我们走了 我 明哥 会酒店 我送你 不用了 我要去别的地方一趟 总住酒店也不是办法 没买套房 先生您好 请问是看房是吗 不好意思 刚刚在忙 所以有点照顾不周 你们这儿还有别墅吗 别墅 嗯 啊当然有 请问您是要看别墅是吗 没错 现在还没卖的 位置最好的 带我过去看一下 是这个 第十六号别墅 是楼网别墅 观景最佳 不过价格也是最贵的 价格没有问题 只要备这盒就行 好 稍等一下 我去人家钥匙 哈哈哈 别墅 真是笑死我了 就是他这个耳末 是买的是别墅的样子吗 我跟他一是 说跟我们学去吧 周莹 团钥匙给我 怎么了 我的客户正带他朋友过来 一会儿要看着别墅 那他一会儿才来 我先让他看一下 马上就不行 我的客户都是上等人士 时间很宝贵的 不能有丝毫胆 而且 他们肯定不愿意跟这样的穷鬼 看一样的房子 先生 要不我们先看一下旁边的别墅 反正从外观看都是一样的 不行 我先来的我就要先看这种别墅 你想看 我就偏不给你看 也不像他要招招自己什么货色 知道我等是谁吗 是大名鼎鼎的皇上 皇上是谁 很厉害吗 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幸好皇上没听到你说的话 是 就回来了 这样吧 我给你一个机会 现在 滚蛋 不然等皇上来了 想跑 不让我 我倒要看看这个皇上是个什么货色 先生 不要再说 周莹 你居然还替这种货色求情 眼瞎 难怪人人都耻笑的 皇上 皇上 你可来了 我一直都在等你 先生 你赶紧走吧 莉莉姐她牙字碧爆她一定会告诉你 不姐 我这别墅还没买呢 怎么能走 先生 您也知道 我们这儿的房情都特别畅销 所以要比周边都贵一些 而您选的这一套是最贵的 说说看 这套别墅多少钱 钱啊 才不钱啊 谁呀 这么嚣张还要打你 那就是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呗 走 我来会会他 先生你快走吧 不然一会真走不掉了 那就是他 你不成为呀 他自己给了不起呢 房子没干了 嚣张 别怪我没给你机会啊 你最好是现在给我赔礼道歉 你疯了 你竟敢打皇上 你竟敢打 怎么了怎么了 林哥 你怎么了 我觉得你肯定需要房子 正好 他告诉我说这边的别墅非常不错 我就打算买一套送给你 没想到 这大水出了龙王庙 差点自家人生了自家人 后位 我给我来给龙哥道歉 是是是 对不起 你刚才是我预言不是太阳 麻烦了你 你给个机会 下次提人出头之前 最好是查清楚事情原委 别三连羊羽 就被别人带上了绝路 我反省我反思啊 谁呀 这位可是王爸叫他的王勇公子 这你家也全是他们呢 麦子今天给你男人玩 你 行了时间不早了 那我也先走了 别呀林哥 您先别走 今天不是过来买房吗 看着哪一套别墅了 十二号 行 林哥 承蒙您看得行 今天也是小弟招待不中 这套别墅原价五千万 给你打个礼 行 行那我也不矫情了 那就这么定他 行 林哥时间紧过 快准备着半手 去 好 好 我把你打 叶子继续来探索 哦 好 那你们在这儿坐一下 稍等 告诉我 我跟你们公司高官很熟的 就算他来了 都要给我几分面子 你敢不卖给我 就是 我们翔哥是何等厉害的牛人了 他做工程 跟很多房地产大老板都很熟悉 你这么做你是不想干了吗 你们跟我说有什么用啊 房子已经被我们少东家的朋友买走了 就在 你们既然跟他这么熟 自己去找他呀 行哥 那不是林多来吗 混蛋 还敢出现在我们面前 大侠 就是这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 他朋友那天不但打了我 还欺负荣肉 你一定要为他们出气啊 放心 要不是你们说不出来试试 我早牵手背了 看 我让他亲自跪在你面前 林东来 看到我们来了 你还敢坐在这里 林东来 你之前不是很得意吗 天哪 今天我翔哥就在这 我看你们俩 他怎么放肆 怎么敢欺负我的女人 别怪我朱大祥没给你们机会 现在跪下来给我的女人道歉 或许我还能放你 这是猖狂无边了 我王勇今天倒是要看看到底是谁给你们的勇气 看如此嚣张 那是你能知 不知道我们翔哥 闭嘴 大祥 你怎么打融融啊 吵 吵 我死 翔哥 我这是干什么了 让你闭嘴 我让你闭嘴闭上 老赵 我错了 我脑擦了 我眼下 我不知道你在这里 你认识我吗 当然 您是林海市大名鼎鼎的首富公司 我怎么能不认识你呢 翔哥 你是不是这是过人了 像他俩这样 怎么可能是首富公司 肯定是骗人了 王勇 我都是被他们蒙蔽了 都是他们害我才这样的 我们家跟王八集团有不少合作关系的 你看在面子上就原谅我吧 什么公司 飞翔公司 我爸叫朱廖 我们家承包了不少工地做的 喂 咱们集团有跟一个叫飞翔公司的合作吗 老板叫朱廖 立刻让整个集团终止跟对方公司的认可 老师都是我的错 我真的错了 你原谅一下我吧 扶你开 自从你惹了林哥的那一刻起 你就注定着彼此 林哥 林哥 您看怎么处置 心里进去 喂 已经清查飞翔公司做的全部项目 好 有违规 有违规 和挪用资金 立刻追究法 林哥 我错了 我错了 我都是我无知 都是我不知道天高地厚 你原谅我吧 你原谅我吧 你原谅我 你直接没有进去 现在怎么不狂 无人必是泰山 您原谅我吧 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啊 你在我里面去 我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给 我给你 叫给我 你脏了 你 没错 装修的事情也交给我吧 三个月就 不行 林哥你来了 是啊 不过这话怎么听起来 怪怪 好像你才是 不是吗 小林啊可比你孝顺多了 你呀在这边不见得人影 都是小林照顾我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敢欺负小林啊 我可笑不了你 可人 怎么还没回来 你姐和你姐夫他们都到 他们来就来关我什么事啊 你这死丫头 早上不是跟你说了吗 可别人介绍男朋友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有男朋友的 那就带回来 我可以 客人吗 你说你没有男朋友吗 那个 他脑脏比我相亲 只好怎么骗他了 那个 能不能麻烦人哥 当然可以了 别说是假的 真的逗情 东莱啊 听见没有 快陪小林回家一趟 一会进去之后 就说你是我男朋友 千万你重帮了 哦对了 一股进去之后呢 你就装成工人士 千万不能被他们给压倒啊 我懂了 嗨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林东来 林可人 眼皮很真够厚的 最新让我们在这等你 哎呀妈 你消消气 你看可人都带男朋友回来 看上去人模人样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精益极外 败气其重 是 好不好 我认识的 他之前在我手里他做过架子工 这次大的来我印象深得很 架子工 你来不及一天这货子 我之前确实是什么 当然是那么的 是啊 刚才现在都自己开公司了 这差势成功了 你把我弄上 就是我要是你啊 我又没给呆在这儿 可来 你俩之不耍 我老公呢 还是保持接cfb的脑子 怎么怎么去的 是啊 到时候把老板的儿子皇上借上给你 你跟着他 童话富贵可就想之不尽了 这么 我男朋友是什么人 是我的事 要你们多管闲事 那是好心好意 那对 你姐夫好心好意 得去帮你 你还不能紧 是啊 你要不是我妹妹 他也跟谁 不愿意还你 你一个臭名工 你在这儿装什么逼啊 刚才你说你老板儿子 是皇子 怎么 你想说认识他 瞧吗 我还真认识 喂 皇位 喂 领长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有事你尽管跟过 还请 找人演戏谁不会啊 那是 有什么用呢 就算你再找100个人演戏啊 你也改变不了你 拉屎的事实 这就是你便宜的老子 一直在嘲讽我 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你对 靠 明哥 你告诉我 是哪个我妈妈的老子 敢这么对你 你 你跟你都把羞辱 他能不要命吗 你等着 今天如果不让他后悔中生 我他妈就不信皇 臭文哥 哪有没有玩 要演戏自己的家人 真干 我们 他妈跟老子闭嘴 你知道对面是谁吗 哇靠 是欢临你这个欢丹是吧 你他妈突然说几个脑袋 你他妈等着啊 我今天愣死你 华尔 对不起 华尔我错了 你对不起我有什么用 我他妈告诉你啊 从现在开始 你被开除了 而且啊 你做整个林海誓4S店 没有人会要你 如果都知道林海誓原谅 以后啊 你在船上读破吧 这是我的错 你放心啊 我这次一定给他一个深刻的要求 让他以后永远 给你不敢一丝毫都不敬 行了 你刚才笑的不是挺开心的吗 接着笑 你笑我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保证 你以后说什么我就答应你 你让我吃死得险 老公 你也太丢人了吧 我丢人 你以为你又是什么祸死了 你每天就知道吃喝完了 你喝花钱都打败自己 你还会什么 你以为你是很漂亮吗 大朋友不知道让你自己 坏你 哎呀你 在什么呢 我呀 不玩 这就真的谢谢你了 同我可以 这段时间还得快去你见医院 专服吗 那个 嗯 你是不是要喝酒呀 是啊 那我跟你一起来 嗯 所有人家说的这么明白吗 嗯 我突然想起来我还有点事 我先走啊 林哥早啊 上次陆大川那次投资 赚的确实不少 我希望还上了 嗯 是 梁博文偏要借助着一副古药方 想要打出自己的品牌 然后投入大量人员 研究美白护肤品 所以你就投入大量自己的 现在导致公司濒临破址 我早跟你说了吗 什么都瞒不过林哥的 我们现在过来 公司那儿就继续做下去 就直接行 把现有配方的白纸和白管刃 根据相应比例更换成地验槽 将形成神奇反应 多大能够美白 而且能够在短时间内 去除平常根本无法去除的严重罢案 我投十个月 继续研发 二十能弄出如此神奇的美白去横材 何愁装得到钱 甚至可以说是捡钱 毕竟只有我能生产出如此神奇的产品 到时候恐怕无事人求着买 既然林哥投十个亿 那我投五个亿 光荣 你昨天晚上不是还劝我说 让我不要做了吗 这不林哥在吗 他说能继续 就能继续 行 那这样 我马上安排法务部你合同 哥 吃饭 早 林哥 马荣荣与杨翠花看到新闻得知我赚了三十五亿 正想办法分我的钱 我来 人家亲手为你做的便当 你尝尝 这么多年我还不知道什么事 这使人家专门为你寻 东莱 其实你都不知道 之前都是那个猪大翔血迫我的 他拿我的母亲来要挟我 人家的心理 哦 你是不是还生气呢 人家真的那么多骗你 你要是还生气的话 你就恨恨的白质 败不败 这边是发水白血 我绝对不会反抗的 哦 钱 哎呀 讨厌死 我真的太香了 我还行 因为我不会帮 我可没有捡垃圾的 你听什么 说 你这样的垃圾我看不上 你 滚 哼 明东莱 你娘亲是不是被狗吃了 要不是我女儿照顾你 你能有经验 限制你发财了 就一点钱也不给 你的意思是 今天是靠我们家 我警告你 最好立刻给我们钱 就算没有十五亿 也有十亿 我们全家去你公司闹 到时候 别怪我们给你下不了胎 你过来 你个忘恩负义的狗东西 你真有意 要不是我们照顾你 收留你 你还是个工地的民工 现在你有我们发财了 是想抛弃自己的妻子 你还是不是人吗 林总你好 请问你对他的说法有何感想 两公司 林总是觉得自己的损了所得 太过偶心了是吗 要你多么一个不经验 就自以为是 无知记者 也是不多见 林总 你别忘了 你现在一言一行都在拍摄 你不要以为靠贬低 我就能掩盖你那无耻的过往 那你真是想太多 小姐 不要怕 因为我们在 就算他是天王老师 我们也会拼了命暴望他 他还接受医院的惩罚 就是 今天有电视台的人 你信不想再威胁我们一家 好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好像还没理 这是什么东西 互乱剪辑的吧 这个是医院的监控记录 而且现在医院还有没有 里边有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 记者 您应该不会看不出来吧 这些医院 涉嫌匪报罪抓起来交给警方 走走 什么大楼啊这种地方 你看什么 我不怕 公司里危险 要不是看了你曾经救过的那种 草 王我 听王勇说 你最近一直在找一种比较低液草的城 是啊 而且我问遍了国内外的专家 都没有人知道 我接受定时治药多年 曾经跟着大师一起丢一些药风 也会来这采摘药材 昨天我就在这看到一种整个很奇怪的话 它的根部似乎又是草 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 在书上也没查到 你瞧 毕业草 十年生长 十年开花 只需要把根净和花一起入碎 用矿泉水熬制三小时 形成药水 搭配其他合适药草 就能配置大量药 没想到植物也会有异能提示 啊 怎么了 有蛇 你冒犯 你干什么 把毒液给排出道题外 如果毒液顺着血液流到心脏 一股就有时间 秋秋 哦 你看什么 有吗 老险你感觉怎么样 没事了 还没事呢 你脸都白成这样 走吧我赶紧送你去医院 可 联邦然 谢谢你 我刚从医院出来 不是我 我把朋友送过去 那你发的地址 还有几照片是 把照片上的植物给取回来 将他的根植和花肉碎 然后用棍纸奥三小 送到研发部 替换掉之前 被伤害的白纸和白蓝果 华德铃 华德铃 这铃总不会听到什么半件是水家家的谣言 胡乱吓走 以外概概配方 就能很牛逼 要知道 我们这个配方可是经过无数次的研究实验 哪能偏想象 就随便改一遍啊 你让他想讲啊 照你做你就做 哦对了 在 配方的同时 记得做好准备工作吧 照好人做实验 我能够使用剪子看不下 外套中问题怎么办 还怎么办 我负责 行吗 丁飞名下的产业还来不及洗白 如今冲查组 就已经到了丁海市 林总罗 你三三两四块了 求你 我今天就让你生不死 让你知道 得罪我丁飞是什么 那算我今天要活着出去 你就死 哎呦呦呦呦 别弄了啊 你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病 你还愣着干什么 我笨的 这么就在了你是不是太便宜了 那你才怎么啊 你放心 我不会像你这么说很亲自的 就你这种笨 我总是什么 你 路上走吗 我要检举 立东你没事吧 哎 哎 哎 刚刚都站的挺好的 猛狗一来就捅的站不住了 这不是挺正的吗 是装的 哎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本来有事 但是你来了之后 感觉没什么事 皮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嘴话是 对啊 你怎么知道我出事了 我下午回去听到丁飞在打电话 说要收拾你 到底还有什么事了 啊 也没什么事 就是丁飞找了几个杀手就干的 然后我把那几个杀手打怕了 就跑出来了 什么 我帮你赶紧走吧 走的越远越好 我为什么要走啊 还为什么 这次是你命好 那下次呢 实话告诉你吧 丁飞他这么猖狂 肯定是有依附撑腰 我依附这个人手段非常惨烈 如果他想要你死 根本没有任何活动机会 如果我告诉你 这次之后丁飞就完蛋了 行不行 你觉得我可能行吗 我现在给你进最早的机票 马上出国 过去还有一线升级 别啊 丁飞还没完呢 我怎么能走 这样 我们打个总 如果说丁飞完蛋 你做不动 以后你替我打奖上 好吧 你们帮我来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这里讲这些乱七八糟的 当真不怕死吗 啊 我当然怕死 不说别的 就光 在没有得到你成仙之前 我就特别怕死 好了 你别担心了 如果我怕他没错的话 丁飞今天一个就会完蛋了 什么 根本不可能 这世上没有什么不可能 好 我今天就在这等你的结果 但若是今天没有结果 你是听我的 坐飞机离开 你这么怕我出事吗 谁怕你出事 我只是不希望一个年轻人 做什么死掉 哦 是吗 啊 你来的这 我这个一只手啊 确实不太方便换用 你帮我 我 怎么不去医院 我这是 不想太多人都到我身上了 富雅 哎 富雅 你在哪里啊 我在外面 怎么了 你突然出事了 他被杜查处的人 带走了 丁飞被说 相信我 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 你到底做了什么 不管我做了什么 你放心 我做这一切都重要 绝对不说 对了素雅 有件事 你要有个心目准备 什么事 你自信的词跟丁奥王一起 丁冬莱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 只不过现在有些事情 我还没有理论 你再给我些事 丁冬莱 丁冬莱 我不相信你吗 你可以相信我的 这样 你先听我的 现在先回去 跟往常一样 想让你一些都不知道 剩下的事情都交给我 什么 丁冬莱 我想起来一件事 请帮我 请问是王小星吗 我是丁冬莱 你就是小雅说的那个朋友 对 他今天晚上有临时有急事 所以来不了 就拖过来吧 我需要怎么帮你 你就是假设我不住了 如今一见导演就行了 你是那个大龙星王梦蝶 你 我自己 你先进去吧 他赢就真是 太平 灿烂文化传媒公司老板 今日已给王孟蝶打造电视剧为名 实则想要得到他的 从而制造一个 关于王孟杰的巨大丑闻 来了 坐 这是谁啊 他是我的助理 你不是毁荣之后 就跟公司解约了吗 还赔了几千万的美月金 而且这一年多 你一直没赔 怎么还有钱 其实我就是孟杰的朋友 只是过来帮他那忙 是啊 对了蔡老板 你这部电影 真的能让我先不住吗 当然 这可是我们公司 专门为你量身打造的 女主本就是被回忍 然后隐忍复仇 一步步走上至尊位置 谢谢 谢谢蔡老板 不过孟杰啊 你要知道 如果我要花重金投资你 这里面的风险显然是取消 明白 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我向你保证 你这保证有什么用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愿意冒着巨大的风险投资你 是因为我很欣赏 所以只要你愿意陪我一晚 我以后就全力投资你 蔡老板 感谢你的欣赏 只不过 我的脸 已经变成这样 没关系 我喜欢的是你的弹吐 你的身材 至于脸 无所谓 孟杰 我看他们根本没有合作的成功 只是想骗你的身体 孟杰 你可要想好了 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 如果你肯答应我 我明天就可以开始准备开机事业 到时候 你很有可能焕发你的第二春 让那些瞧不上来的人 其实 我现在这样活着 也如同行事错误 又不 我 就想起我 如果君哥真的找他说的 就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王牧迪 你当我这是什么地方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蔡老板 你这么做就不厚道 那就不厚 你来那里还敢收拾 我把你卖给老婆天天赐我男人 不是说好只是过来协商的吗 我不管 今天你要是不陪我 你一个也走不出去 蔡老板 你是想把他搞得吃饭能力的 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你自己这么多人哪些 什么 还是说你不敢承认 什么不敢承认 你都知道了 什么 你都知道了 你自己太多人 我就是要不身败明令 王牧迪 你可怪 要怪就只能怪你 谁 林警大名的 大名的 他可是咱们林海誓的地下王子 黄梦蝶 你不认识刚刚 黄梦蝶 想不到吧 你个高高在上的顶级大明星 全有今天 你不是自明清高吗 今天我就看着你 如何成为男人的玩具 做梦 有本事就杀了吗 否则我什么都不会答应 我为什么要杀了 刚刚才老板说的对呀 只要下了药 还怕你不从 到时候视频一拍 让所有的网民都欺赏你分资 你无耻 黄叶 你我虽然以前是竞争关系 但并没有什么慎仇大恨吧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觉得没有 我却觉得有 我无时无刻不想把你抬在脚底 不然你以为一年之前的一场大火 没减肯意外 你这靠什么意思 告诉你无妨 之前的事情都是我偷偷故意安排 我干啥 黄梦蝶 你自己考虑清楚了 今天若是你主动为了财老板 那整件事情针对的就是你一个人 不然呢 不然呢 不过了啊 你这朋友啊 他要去接客喽 怎么不敢 蔡老板 你这么放心 他们敢报警 钢哥会陪他们好好玩 黄梦蝶 你对吧 如果你愿意主动 可以帮你 你们都说完了吧 我现在该我说 你赛什么东西 有什么特徵 那也不废话 帮忙过来 上 我废话 不要打死 到时候找几个男人好好玩 你 嗯 嗯 你身手确实不错 但那又怎么样 你知道我是谁 你又是什么大人物呢 我是钢哥的名字 你就是陆大钢哥老婆 大胆钢哥的名字也岂是你随便叫的 我告诉你啊 别以为你很能打 钢哥手下那么多打人 你还敢知乎钢哥的姓名我不大敢知乎陆大钢的 行不行 我不大敢知乎陆大钢的 行不行 我不信 你还动我不信我好着 好你不信 你等着 他不会放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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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哥 钢哥 刚已经嫖戏我 我走死了他打我 谁那么敢动我自己 就是他 小子 知道如今你还点如此猖狂 我看你就是活腻了 钢哥闭嘴 听见了没有啊 钢哥叫你闭嘴啊 我怎么是让你闭嘴啊 钢哥 URN小米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女人 管你无法 都有冒犯 该日儿一定给丁飞嘴 你是为被杀罕捏损损损损事吗 不是 这个消息早就不造作了 你是怎么知道 我不光知道这个 我还知道 你和丁飞人手想要置我于死 他派来杀我的小弟 都是你在收下来 林兄弟,误会,误会,那都是丁飞,他非得让我怎么干,我也没有办法,归更阶级都是我的所谓,该是啊,我已经,他们的钱,给你赔布水,啊,哎呀,那我打了你的,哦,对,那我打了怒大刚的你,该怎么办,好危险,啊,不会,一点都不危险,他就该打,哦,既然是该打的话,那就继续了, 孟杰,你要有什么时候有什么愿,你尽管就上那儿了,不过, 怎么办,林兄弟,你赶紧滚,还不赶紧滚, 林先生,您说叫了,刚刚是我脑残不支,我该死,我有罪啊,我,你该死那就是,林先生,求你,求你,你饶我一命, 灿烂文化,在蔡斌的经历下,每况愈想,已经开始准备破产清算, 但却不知,公司下一部电影,可以一旦停车,迎来大发展, 您应该庆幸自己没有得住,所以我现在可以再给您一请, 听说你的公司兵临破产,所以, 你想再次借助王孟杰来炒作一拨,提高自己公司的价值, 这,这林先生,您从何得知, 这个你就跟话, 对啊,刚好我最近无聊,想买个饮食公司了, 你说个价, 你不用紧张,尽管开价,该是多数就是多数, 以前了,好,成交, 明天我会让律师联系,然后奔律转让我, 什么感觉,行,那那就按照您的意思来, 看着你这么配合的份上, 我也就不计较这么多, 不过,王沐蝶小姐,什么意思, 那还得看她了,王小姐,您怎么定, 反正她也没得逞,更何况, 这件事情最后获手是谎言, 那就算了吧,感谢王小姐的宽宏大量, 也感谢林总,那那年二位继续用餐, 否则, 我不答应了, 刚刚真的多亏了,林哥你帮忙, 还有啊, 不要叫我什么王小姐了, 就叫我孟蝶吧, 好,那我也不跟你客气了, 问你个问题, 你现在还是自由之身吗? 嗯, 也没人愿意要我呀, 哪有他们蠢,不是人, 这样,等我明天拿下蔡冰的工资, 到时候你就跟我签约吧, 林哥, 你这是做什么呀, 是在可怜我吗? 怎么会, 我有办法让你重过新生, 重新登上大赢, 林哥, 你当真的? 当真? 这样吧, 我让你考虑一个晚上, 不用考虑了, 今天如果没有林哥,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 只要林哥觉得我行, 我什么都听你的, 好, 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 今天做的这个决定, 是你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让我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林哥, 你说的这个配方啊, 那真的太神奇了, 我给我们的单位员工拿去试用, 这不到一周的时间, 疤痕都淡了许多呀, 那就让他们继续使用, 可过两天能不能彻底消失, 记得让教授把控好细节, 到时候再批量生产, 你送我的药膏, 我一直在用, 按您所说的, 早晚个头一次, 今天早上发现, 脸上的疤痕真的减轻了好多, 可见真的有效, 原来就是这事, 有效就对了, 我之前跟你说过, 我要让你重新回到巅峰, 甚至超过以往的情, 哥, 真的谢谢你, 是你给了我重申的机会, 以后, 我就永远都是你的人, 哦, 我的意思是, 我永远都属于你公司的人, 我以为你要以身相许, 如果林哥喜欢, 那也不是不可以, 这个恩情就是恩情, 我可不想以这个也来要求你, 其实我对林哥不只是恩情, 我, 对了, 你还没吃午饭呢吧, 走吧, 快去吃午饭吧, 不急, 林哥也没事呢吧, 要危险, 看来, 我来的不是, 我和孟姐只是在聊工作, 文哥, 那你先忙, 我先走了, 是吧, 你要相信我, 孤男寡女在酒店房间, 谈工作, 那我们不也是, 怎么, 难道说, 还想聊点别的, 不记忆, 尽管来, 你要是再不说正事, 都切了你的, 是笨着你, 我为王梦蝶量身定制了一部电影, 我估计总投资三个亿, 我会投两个亿, 我想请你投一个亿, 又说, 我是为了你, 我希望你用自己的钱来投, 这样得到的收益属于你个人, 而不是集团, 如果有一天定制集团出问题了, 这样你有自己的资金可以动身在一起的, 你怎么知道这电影, 一定会穿机, 你不是说你想起我, 考虑考虑, 一百亿票房, 哈喽姐妹们下午好, 新来的女生呢, 可以投顶商点一波关注哦, 我们的新月高马上就要开售了, 如果大家想要快速的去班美白, 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一个月仅收一千份, 先到先得哦, 哎, 林哥, 你看, 咱们定下包养吧的新月高啊, 这不到五分钟就受信了, 票房过亿, 简直就是招牌啊, 这个季度用美公司进入一个人, 大概八十米了, 哎,林哥, 这个分红再加上你女生子的收入, 很快就要超过网友我们家了, 网友, 刚提到你去开闪线过来的啊, 林哥, 出事了, 是不是定时集团逼你做什么, 林哥你, 是, 林哥你会算, 当然什么都知道了, 炒拍嘛, 说正事, 林哥, 定时集团知道我们我们家拥有 用美公司33%的股资, 想让我们低价转让给他们, 郭文, 你是工会公子, 林哥你更别提了, 我们只能先从我们我们家下手, 什么时候再和定时集团再谈, 没机会谈了, 马上就签字了, 什么时候再来, 我, 请一把, 喂爸, 网友, 你个小兔崽子, 怎么还没到啊, 你是不是想害死我们吗你啊, 爸, 我在外面, 我, 我正, 你什么你啊, 你还好理说你在外面, 赶紧给我滚过来, 再给你半小时, 要是不到, 你就死在外面嘛, 你先赶回去吧, 我回去签字啊, 你觉得我有这么做, 肯定不是, 林哥, 你是不是想敢挑大, 你倒是抢劫呢, 你先回去跟对方谈判, 故意让他们暴露出这次抢买抢买的事实, 并且你偷偷接着, 可是哥, 以对方掌控的势力, 这一切能传播的出去吗, 对吧你不用管, 我自然有去的, 当时都让冰属集团疲于硬的, 直到他们出现问题, 那我先撑, 网友, 以后要确定, 一定要注意态度和语气, 丁实集团我们会惹不起, 行, 我知道了, 你那个什么狗屁林哥, 简直就是一神棍, 一大波, 也是被他碰了, 不可能, 这种人, 若是碰到真正强大的身在, 根本不值得一提, 这不如丁家, 谈指尖, 让他死无算生之地, 爸, 你说丁氏集团强大, 我不想, 那你要贬低林哥, 我不答应, 我告诉你,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错误, 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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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氏集团, 最近赚的不傻吧, 说花卷兵, 别太多, 要不然有危险 一架转让给你们就要谋害我 我怎么可能会答应 是又如何 我们丁氏集团在南疆省就是强大 就是危险 你又能如何 不妨告诉你 我们后台通天 有的是办法 回你往马集团 好了 这句话说完了 后来把合同签了吧 如果我不愿意请 王友 王友 你最好想清楚 这是给你们最后的机会 若是还不签 我保证 你们王八集团 病人灰心烟灭 你听到没有 这都是相当好的 我们就按计划行事 这个字我不能签 为什么 这 你干什么 搜身 装了微型上头 好 很好 王友 真好样的 你们王八集团 就等着我们今天是最恐怖的路 啊 李总 王勇 你是不是想死 林东南 今天应该是我们尊重第一次见 我今天永远也见不到你 是你让我改变 注意人路丁家的吧 你还真多阴险的 竟然想让我们王家为你和丁家对抗 我从未有过程 不过王家确实因为我说道歉 放心丁家很快就乱了 林东南 我不知道该夸你自信 还是该骂你 幼稚无知 就凭你 还想跟丁家对抗 你以为拍个视频 弄点证据 就可以干翻丁家 简直是痴心乱想 我也难怪 你本就是一民工 就算你运气再好 再能忽悠 你也无法理解 全市的强大和全市的可怕 想走 你如此祸和我们王家 就像这么一手了之 不能 难不成光天画日下 怎么讲 本身是一民工 缓教你又如何 今天我要把你带到丁家作为礼物 给他们赔罪 爸 你干什么 干什么 网友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 他就是想进入我们王家 跟丁家陪着你这么活 不可能 林哥不是这样的人 你 拿下他 失去一顶丁 根本就没有你想象的 懂得 林兄弟大驾光临 有什么原因啊 各套话就免了 我来主要是想问你 有没有兴趣联手 击溃丁耀 我没有兴趣联手 我没听错吧 我没听错吧 你说你跟我联手 对付丁耀啊 哈哈哈哈 你在健康集团有个笑 被丁耀看着 丁耀 你需要公所让人吗 丁耀 你需要公所让人吗 说到底 你还是怕给丁耀报 这些年 不管是丁耀看什么笑 是 他说抢走就抢走 不是 你连个屁 我 如今 你又要放弃一个关门 我也是 你还是个地下老人 丁耀 丁耀不是一般的人 我身边 有特别多的高手宝 下来要休息 有点本事啊 能找到我 还敢闯进来 胆子不小啊 我就是想来见着大名丁耀的丁耀 你要他 想见我可以 但你身份太低 要不要提前预约 帮你出去排队 没问题 我当然可以排队 但是就怕令公子 没有时间排队 再拖下去 应该快会判刑了吧 你有办法 有没有办法见着面 不就知道 丁耀没有啥了 我按照 我按照 我们不这么别的 丁耀 丁氏集团董事长 偷税漏税 偷撕 手里还有一条人命 二十年前 丁耀跟好兄弟苏友 一位合作中间 为了谋夺他的骨盆 将他伤害 并埋在了集团名下的一栋建筑大楼里 苏主 你的方法吧 在这之前 我能不能先问丁耀一个问题 你问你吗 您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到底害死了什么 你知道您在和谁所关注吗 当然 我还想弄清楚一件事 就是苏雅的父亲苏雅 是不是被你埋在京都建筑大楼里 胡说完了 这事也没关系 您查怎么过去 到时候司法电竞结果出来 我看你怎么狡辩 我看你在找死 找死是你 不要以为自己做的天意 善恶闹途中有望 这时候被造 杀了你 你还要死你医院 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情 这是苏伟维到此去世的意思 我自己找死 他不愿意交出所有股费 拿财以贷 就别带我心很熟啊 哎呀 你 原来如此 你的目的是想让我说出这件事 让苏雅亲了听到是 苏雅 衣服对不起我 你屁嘴 你杀我父亲 你有什么资格给我衣服啊 都是我的错 为什么 我爸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当时为什么有那么狠心啊 苏雅 现在说什么 也挽回不了我的错误 我只希望 你们早点才能陪你吧 我自己咬了这么多天的鱼都不放过 谁让他知道我的秘密呢 说的道理 还是你害了 要不是你该看到这个 谁做死 真是可笑 谁让他帮他送你去陪 他你也不伴 谁让你们俩都死了 我的事就没有人知道 谁 都查走到安组署 什么 你以为你拿个家手机 你不相信他 李彪 安组长 从我踏进别人的位置开始 安组长就在来的路上 丁耀 我早都跟你说 上了到公共 这行 我把我找到 等等 我想跟你谈谈 什么时候跟他说 丁耀 你想谈什么 我想把偌大的灯饰 居然碎 老子他妈什么时候知道你有个儿子 你不说我啥也不知道 我希望你不要伤害他 并在他成年后 给他十个亿作为自卑 只要你答应我 我便把手中拥有丁氏集团 所有的股份和差 送到你手上 你的小儿子只要不主动招惹我 我是不会动他的 不要把所有人都想得跟你一样 至于你的集团 经历了这次大劫之后 能不能存活都是个问题 更何况 以前所有人 本来都该还给他 平时集团 苏雅是不会接受的 至于集团毁了大班 没错 若没有能力能接受 崩盘的概率很大 但是若是你能接受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让他活过来 这是为什么 我希望把集团交到你手上 而且我相信 大家都希望你能够接受 能够盘活丁氏集团 这也是为了造福南江省的树 我听完百姓啊 这一次算我求你 想想 冰市集团一倒 有多少普通老百姓跟着倒霉 特别是很多楼牌会赖回 很多东西啊 不用钱 好 我可以试试看 但不保重的重力 好 只要你答应 我相信一定可以 在丁氏集团手中 有着不少南江省驾驶连城的DP 还有很多再见的大乡 若是真能完全盘在手中 一旦整合清楚 恐怕会多出数百亿资产 那前提是 公司安全度不能关 不通过发展 你要退房了 是啊 幸福小区的别墅装修好了 今天正统被搬进去 哎 也来得正好 我正统没跟你说一件事情 什么事 你要不要考虑接受丁氏集团 丁氏不是说给你吗 不是 这丁氏集团本来就是丁氏 吞噬你父亲的心血 才成立些 所以你要来接受的话 也是理所当然人的 再说 以后你就是我的女人 你到底就是我的 谁说我这么客人 我可没什么 不是吧 你可是答应过我 如果丁氏真如我所说的 你就做我的女人 那 那我反悔 哈哈 不行 如果这样的话 我只能你想哪 你敢 什么时候来想这个 不知道现在能做什么 我是这么想的 把丁氏集团改名为苏宁集团 然后把是新房地 整理起并入境 这样呢 你来做新集团的公司 并且打破所有的事物 而我呢 只要成为你背后的男人 把持不分骨盖就好了 知道了 向来 你是不是就是能当初做 你是我 你是我的